在大陸有一個很高的高官 有一件事 他為何去廟裡都會跟和尚聊天 又支持佛教呢 他有一年有個親戚 都勤親的 在西方出了車 入了院 遷了死亡剩五個小時 才傳到他知道 知道了之後就很不開心 身邊有個幹部 說書記 幫你找個人試試看有沒有救好不好 他就這樣說 千萬四亡剩餘了救 先問一下好不好 讓我幫你 他就問他一問 對方就問他 好像跟我間接同一派的人 他說過了四十八小時 他還沒有 現在剛才是六個小時左右 才過四忙碌 他說如果不過四十八小時 他可以姑且一試 他沒有說明明 姑且一試 他說如果過四十八小時 就不用試 既然還沒過 你就姑且一試 姑且一試 我便問老闆 我問老闆 你試不試 我當然試一下 我當然試一下 因為他的能力可以給別人試 為甚麼呢 他立刻召架直升機 在山腳等收行人下來 一上直升機 立刻車到機場 轉機 飛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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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有車 轉車接上去 轉車接上去 你又撞車 你撞到西安 你撞到西安 但他們的當事人 全部都很厲害了 你也撞到醫生才會死亡證 不是 這次撞到西安 撞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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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早上 他有著很大的官員 就為這件事情 引起他 如果 pontian 當年與大官員 那麼相信佛 遇到無端端 這麼大權力的人 去相信宗教 一定會有些奇蹟 一定會有些原因 一定會有些奇蹟